經歷了接近14天管制 以為還有幾天就完結 誰知一早就聽到政府 說要繼續多兩個星期 14天又14天 14天後之後又怎樣呢 無止境地做下去 其實只是在飲食業方面這樣做 我們源頭又不是傳播鏈 但是這樣做到我們影響很大 不止餐廳 已經停業的娛樂場所要繼續關 今次還要關上美容院 和按摩院 工人一定要補份給我們拿 要不然真的很難捱下去 是萬眾的呼聲 是無奈的 確診之後 其實我們不容易 你到現在有沒有聽過有問題 有沒有啊 沒有啊 我覺得他閹一下閹一下 他想怎樣呢 租金和薪金 其實是我們營運裡面最大的支出 少了地方消遣 限聚令繼續生效 市民要繼續生活 為了香港人的安全 是要加下去 少了人群聚集 那你現在很多隱性的 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可能你和我試打一個都是 封了你健身室 這些室內又密封的地方 其實都有幾個好事來的 少於娛樂你犧牲 換來一個好一點的日子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有市民認為要措施有效 政府一定要公平執法 有市民事記者 陳偉恩報導 我們在這裏 的地方 我們會看